心寒的部分是 我沒有想到一個 同床共診這麼久的枕邊人 他竟然是可以跟你這樣大翻臉 措手不及 對 我再怎麼樣也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的事情 他有跟你道歉嗎 沒有 他到現在還是這個態度 哇 對 這是我比較受傷的地方 對 尤其是你明明有共同事業 還有女兒 你要置一個人於死地這樣子 我就覺得這部分我不能原諒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平均的故事 你是這一區唯一解過婚的代表 而且你的新聞那時候 其實蠻多人都看到 因為你跟你的前夫 創了一個非常厲害 我記得沒多久 是20億的一個網拍網國 對 你是幾歲結婚的 我25歲耶 就很早婚耶 25歲 他跟你是同學嗎 等於說我們在大學生的時候 就在一起 所以畢業了業大概才一年多 大概25歲就結婚了 大家很難想像 那時候就愛得紅紅的臉難分難捨 非他不可 其實也不是 不然是這樣 對啊 因為25歲 其實女生怎麼可能 25歲自己會想要結婚 你根本就大學才剛畢業 你完全不知道 婚姻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除了他是劉德華 對 對 但是因為就是 因為我是中南部人 那兩邊的長輩都是很傳統 那尤其是對方這邊的家庭 就很傳統覺得說 因為我25歲 他27歲 然後你知道南部有個傳統 是29歲不能結婚 所以要趕在28要結 那我25他27 那就是要趕快結結啊 真的喔 你們現在好早婚喔 對啊 就是趕那個 我27是很早婚 我27還要趕著結婚 農曆29不能結婚 妳是什麼年代的呀 對啊 沒有 那個就是 好像年輕年代不是嗎 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 因為我那 我這個年代還比較情有可遇 中南部人 沒有 我是台北人 可是我媽媽那時候就講說 妳28歲要結喔 一定要結喔 那那時候有附屬 但是不要久 她說如果你沒有結的話 那就不要了 因為29不能結 就類似那個女主的五台男人啊 有嗎 所以可能每個 然後反正我就是遇到 你們兩個家庭都這樣子 代表命中注定 這個會就是要結 真的是 我爸媽這邊可能還好一點 但是對方這邊就是 很迷信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 那一年就有一個 有一個逼迫感 就是今年一定要辦一辦 雙方家庭的這個 壓制下 然後也沒有人要問你意見喔 即便我就已經有說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太早 然後我可能還沒有什麼想法 你就是還是有推託一下 可以綁上花椒的感覺 對 兩邊就八字對 然後日子就定了 對 然後妳就有點 莫名其妙 妳也不知道該怎麼拒絕 對 因為也好好的嘛 然後就在那種壓力之下 妳就莫名其妙 就結婚了 然後妳在回想的時候 妳就覺得 蛤 這件人生大事怎麼就 這麼莫名其妙就結完了 那從一個小姐跟人妻 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就是生小孩的壓力這件事 我覺得應該很多人都會遇到這件事 就是妳一旦一結婚之後 然後婆婆或公公 每天跟你聊的話題就是 啊 妳們什麼說要生一生 這家這樣好傳統喔 每天都聊壓力好大 對 就是妳一旦有見面 有吃飯 然後一定就是問這個 我覺得這跟妳的個性 很不搭對不對 因為妳對結婚就已經沒感覺了 對 妳是新女性耶 在跳到生小孩妳更沒感覺 對 妳自己也還是個小孩啊 才25歲 然後就開始面臨生小孩的壓力 而且還不是生小孩而已 是有指定生肖的喔 指定生肖 什麼時候生會是什麼生肖 那可能今年要趕快喔 然後還會跟妳說 可能什麼月份的話 會比較有機會是男的 哇 就有對八字的妳知道 對 那妳就會壓力很大 變得好像是趕進度 對 就要趕快了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壓力還滿明顯 妳的個性還滿配合 還滿溫暖的喔 我覺得它應該變很多 妳以前跟現在應該差很多 妳怎麼會那麼順 妳完全不會配妳嗎 沒有 先心裡面是不開心的 但是妳就是 妳也沒有要吵啊 對啊 妳看落色藍炫妳會怎麼樣 不要啊 落色就不要 然後當然 我覺得可能為了家庭 和樂跟兩代競爭的關係 我可能會跟他們說理 就像我跟我媽媽說理 不是 這樣的聽起來 就是一直有說 可是因為我們還在拼事業 然後可能現在還太年輕 沒有想法 就是大概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就打混了很多年這樣子 對 是有這個 那我覺得 這個是妳結婚沒結婚 最大的差別就是 有這個壓力 這個壓力變得很明顯 後來妳們拖了多久才有小孩 三年多吧 三年多 對 到三年 我已經被念到臭頭這樣 而且我又生女的 又是另外一個壓力 又被繼續念 因為妳生了 因為大家就是要男的 然後妳又生一個女的 當然就是立刻又催下一個 我覺得妳們兩個人生 好像是快轉人生 被推得一直快轉 妳們很快地變成爸爸媽媽 然後老公老婆 然後又變成這個創業老闆 妳什麼東西都擠在前面就發生了 對 這個過程裡面妳們的婚姻維持了 大概六年左右吧 六年 六七年左右 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走不下去 我覺得當然這個壓力是一個部分 造成衝突的一個部分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覺得夫妻之間會慢慢走到 開始相近如賓是沒有化療 妳們兩個一起創業 應該很多化療吧 我本來也是 應該是聊到話都不想要聽嘛 對 我覺得相處上會有些問題 比方我是一個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對 那我就很喜歡看那種有點推理啊 有點懸疑 會思考的片子這樣 那妳就發現兩個人一起去看完之後 然後妳要跟他聊 然後他說我看不懂剛剛在演什麼 妳就發現 這個沒辦法跟你聊這些事情 沒有共同的話題 沒有共同的興趣跟話題 然後因為創業的關係 所以我會 因為我太年輕就創業當老闆 所以我會想要去進修我自己 我就買了很多商館的書啊 財經的書啊 然後我也去報名上一些 那個管理的課程啊 對 那我當然都是希望是可以一起的 對 因為我們一起當老闆嘛 當然就一起成長 一起學習這樣 可是對方也是不要的 他也是沒有什麼興趣這樣 夫妖不一致 對 所以你看不管是日常生活 還是事業 我們都沒有共同的事情可以聊 是 對 我有一次主持他的記者會 大型記者會 當時他們兩個還在嘛 都在 然後那公關公司就跟我說 我就說 待會那個最大的頭要來啊 待會怎麼導引啊 衣服要怎麼介紹啊 我們要順的時候啊 公關公司說我不敢問 我說你們公關公司不敢問 什麼意思 有個時候你去問 你去問 因為你畢竟是主持人嘛 你去問 那我說我要問誰 因為當時就是兩個當家 到底要問總監還是要問董事長 他們兩個都是一樣當家 然後這兩個就是不說話 他們在台上跟在台下 就是不說話的一對 就沒有什麼互動 已經在記者會現場 兩個還不講話 當時我們 不是 你那個感覺出來就是 現場最好不要有任何的 讓他們不開心的事情 因為他們兩個不太講話 那時候覺得怪怪的 本來還以為只是因為 第一名高處不勝海 後來就報了那些事情 所以那時候已經是有狀況 你們兩個其實有去做婚姻諮商 喔 是我提出 因為我已經感覺到 這樣子的關係是不好的 我覺得這樣 一定遲早走不下去 而且我也很不快樂 然後我想要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我曾經有提出說 還是我們去找婚姻諮詢 就是讓心理諮詢是可以幫助我們 到底問題在哪裡 客觀第三人來講 對 其實我是想要說補這個關係的 誰不想要婚姻幸福美滿啊 而且都有小孩了 對啊 然後 可是他是拒絕的 他就覺得說 他有點大男人主義 就覺得說有什麼好吵的 反正你就聽我的就好啦 就嫁妻隨機叫狗隨狗啊 我說什麼你就聽我的 就不會吵架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變成你沒有辦法跟他溝通 因為他就是覺得 就聽我的就對了 這男女也有別的 一般女生比較喜歡聽人家意見 男生都覺得我幹嘛聽 另外一個不認識我的意見 你覺得你們兩個的狀況 是跟年紀也有關係 你們都太年輕了 有可能是因為太早婚 然後你看25到30幾歲 這一段可能正在你高速成長的時候 尤其又創業 你成長的速度 其實是會更快 而且你們大成功 你們成功的太快 對 那個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需要很多的改變跟成長 你被迫要成長 變成一個成熟的人 你畢竟你要帶領幾百個員工 那這個成長的速度不太一樣 那個腳步是不一樣 所以那個差距拉出來之後 變成沒有話可以聊 那到現在 因為你自己也重新在創業了 你原諒他了嗎 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在最後的時候 上演了一些爭奪戰嘛對不對 股份我記得那時候看新聞 都被他拿走了 對 那時候你的心情一定 對啊 因為我其實本來是 很天真的以為可以和平收藏 我們其實剛開始也是真的 和平的簽了離婚協議書 我們是在理性的情況下 自己去簽字的喔 對 那當時有個狀況就是 我們簽了那個離婚協議書 其實裡面有一條是我們討論好 就是我們先暫時都對外不要公開 因為畢竟有公司嘛 有員工嘛 有股東嘛 然後就希望說不要造成大家的 不要影響公司應用 對對對 我們就先都不要 對外不要公開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已經離婚了 我們只是不公開 所以對我來說 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可是他的認知不是這樣耶 他的認知是 我們既然沒有公開 那我們就跟原本是一樣的啊 啊 可是不是已經去登記離婚了嗎 就是他的認知是 就還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 然後我也一樣是可以 你一樣出門是要報備的喔 可是我想說那叫我離婚幹嘛 對啊 對 其實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就是你對於離婚協議書這件事情的 認知是不同的 我的認知就是 我們只是不公開 但我們就是離了 那他的認知是既然不公開 所以就維持原狀 你們兩個真的什麼想法都不一樣 對 然後我就發現 欸 怎麼會這樣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點 因為所有的要求我都是拒絕的 就是我拒絕回覆 像原本 已婚的時候的樣子 我認為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不公開而已 但我們應該是要像離婚的樣子 對 那這個點就產生了很大的爭執 對 然後他就直接跟我翻臉 就變成 因為我們原本簽的財產分配也是 一個人拿錢跟房地產 然後我要公司 那後來他就毀約 就不把公司購戶給我 就才是整個撕破臉這樣子 主要是原因在這裡 對 所以我才覺得說怎麼會 這樣其實有點讓我覺得 有點像恐怖情人 就是當你不聽話 他就報復你 所以我才會到現在 是沒有辦法原諒這件事情的 因為到現在 我財產是都沒有拿到的 所以你是晉升出戶的意思嗎 對 是啊 對啊 而且是被 有點被報復的情況這樣 所以有點 有點傻眼 因為本來真的以為是 可以理性和平分手的 所以後來我就 你們那時候沒有找律師 什麼保護你的權利嗎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公司就是沒有過戶給你 可是你已經簽了 放棄財產的那個協議了 你現在簽了這個 其實平均他是一個 對事業是蠻有想法 蠻有 對他選擇 我要公選擇的公司 你可能沒有想到 公司搞砸了 可是公司確實要 你認識十幾年的人 會這樣對你 你應該沒有料到 對 我比較心寒的部分是 我沒有想到一個 同床共診這麼久的枕邊人 他竟然是可以跟你這樣大翻臉 措手不及 對 我再怎麼樣也沒有想到 會有這樣的事情 他有跟你道歉嗎 沒有 他到現在還是這個態度 對 這是我比較受傷的地方 對 尤其是你明明有共同試驗 這個很傷很傷 然後你要 你要置一個人於死地這樣子 我就覺得 這部分我不能原諒 而且是打拼的 你那段時間你怎麼挑釁 對啊 再怎麼樣都是共同打拼的 再怎麼樣也要 也要和平的分啊 不能這樣子啊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說我才會一直說我沒有辦法原諒 被創業夥伴最親密的人傷害 你怎麼走出來的 剛開始真的也走不出來耶 就是整天就在哭 就在家裡哭 然後 一定 你想本來很忙碌 然後你變成你還被公司開除 你也進不去公司 然後你一夕之間就什麼都沒了 你真的 本來是很忙碌的一個人 然後你每天變成醒過來 你看著天花板想說我今天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以前大家 追著你開會 追著你問問問題 現在你是 你想幹嘛 你也管不了事 對 然後 就心就揪在那裡啊 就很難受這樣子 然後甚至有一段期間是 我也見不到女兒 對 你也進不去公司 你也見不到女兒 然後你什麼都沒分到 你真的是 對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了 就是因為你剛剛講那個念頭 你們兩個的奇異 本來和平離婚變成像仇人一樣 對 就這樣因為那個事情 就因為 對 會不會男生的想法 其實他也認為 你們說好的 我們現在都是揣測嘛 你們說好的 只是不公開 但是這是他最後挽回你的餘地 他在做最後的挽回 對 有可能 有可能只是我們先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要立刻分開 他以為你還是我的太太 但女生就是覺得 你現在既然不要當我的人了 我就什麼都不給你 對 有一點這樣子 對 我就講會不會是就是說 你認為你跟他是共同創業 但他可能一直覺得 是他 是他 我覺得他有一點變成是說 雖然是共同 但是你沒有 你不能離開我 如果你離開我 我就不給你 真的很大男人 其實 可是他所有的這些功勞苦勞 都不可以被抹殺 對啊 我是覺得再怎麼樣 這公司有正式的頭銜 你有正式你的分工 所以法院上也是很妙 因為這個在追究太遠了 只是我的意思說 如果就法來講 因為婚後的財產是一起的啊 對 可是因為我簽的那個房子 他先放棄了 你怎麼會簽放棄呢 你怎麼要放棄呢 因為他說 因為我放棄存款跟房地錢 那就是公司要給我 對啊 為什麼公司沒有 你為什麼只簽一半啊 沒有沒有他就毀約啊 就公司不扣給你啊 那你告訴我啊 可是公司沒有在合約裡面嗎 有 但是你就是要訴訟才能拿回公司 那你怎麼不訴訟 那現在就在訴訟了 在訴訟的過程中 公司就 就亂七八糟了 價值就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你先拿錢的人就是 就是先贏了嘛 因為公司是會 你就先公司變一個爛攤子了 對 就算可能拿到也 價值也不一樣了 就是本身選公司的人 就已經吃虧了嘛 對啦 還有東西也搬來搬去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好多那種 男女共同創業啊 就夫妻倆共同創業 我常常在想說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在男方跟女方 各自心裡頭想像的那種 不太一樣 是不是共同 對 所以通常女生都比較吃虧 感情好的時候都不會想那麼多啦 對 該理性還是要理性 後來發現 這個人跟你原來想的 實在是完全不一樣 嗯 你們兩個後來你公司沒了 對 房子錢沒有拿 對 就是歸他嘛 嗯 連小孩子的贍養費他有付嗎 嗯 有付啊 就一個月一萬塊這樣 一萬塊 嗯 一萬塊 東京卓義的老闆一萬塊 這怎麼念起來這句話都不太清楚 不是市值二十億嗎 對啊 但是就是這樣 那怎麼給得出來啊 這個 嗯 你知道嗎就算打官司 其實他們也都要兩萬多耶 嗯 就是說如果走那個程序的話 一萬塊 對啊 就是 美金嗎 要講清楚喔 不要願望人家喔 對 台幣啦 真的啊 他怎麼可以開得出這樣的一個數字啊 你有跟他問過嗎 他也不知道耶 對啊 對 就是 就是你真的會覺得說 怎麼會 跟你以前認識的人差這麼多 因為再怎麼樣 你就是一起打拼事業 然後在一起過了這麼久 然後結尾之後 撕破臉的時候 這個人是可以狠心這樣子對你的 嗯 這個是真的對自己 還滿心寒的啦 再怎麼樣 總是曾經 在一起這麼久的人嘛 嗯 對啊 所以為什麼對這一點會不能諒解 就是他真的對你太狠了 嗯 而且還不只對你耶 我覺得對 對你們的女兒也很狠吧 最主要是女兒吧 像小朋友可能住牙啊 有做假牙的費用比較高 或是報什麼夏令營才藝課 可能一萬多塊還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本來是講好是說 這個部分可以另外請款 就平攤這樣子 所以我就也會拍帳單 然後賣過去跟他說 可能要跟你請一半這樣 他也是就要嘛不讀不回 要嘛就說看不清楚 嗯 不然就說 他不然就說 沒理由啊 然後不然就說 可是我又沒同意 他就是幾千塊 他不會找理由 他不會找理由 我覺得他其實這個問題 不在小孩 他的情緒是跟你 他一直在氣你 他在揪著他的心情 所以我才為什麼說情緒話 就是因為 男生這時候還放不下 他不是在報復小孩 他是在報復大人 他就很幼稚 不然他沒有別的東西 可以跟你 怎麼可以這麼幼稚啊 可是男媽就會很難過 是影響到孩子 那算了算了 你請個款也要弄得 好像我在求你施捨我一樣 算了 後面就全部自己付 就不再跟他講這些 就是女人的熱性特別強 不管能不能 他就會扛起來 對啊 就幾千塊算了 不跟你要 他現在有再再婚嗎 有耶 對啊 應該是大概離完一年多 還是不到一年就再婚了 不到一年就再婚 對 就速度還滿快的這樣 對 好像離完婚的女生都會 男生女生就不太一樣 男生其實很快可以再找到 新的伴侶 也不全然是這樣 對不對 也不全然 不全然 你今天完完全是少數派 極少數派 還是可以 就是還是個案 每個案子是不一樣的 可是數據顯示 好像男人比較需要那個母愛 所以我比較快 需要人家照顧 不用有點傷痛 因為他剛剛講 還有兩年都在這個行事走漏 很傷痛的情緒裡面 那你剛剛說不到一年 就結婚了嘛 這個也差太多了吧 一個那麼痛 但不太一樣的事情是 我剛才說他應該 在切割的那一刻 兩個人的心態已經不一樣了 他已經還在 眷戀的那個情感 那個時候男人的理性 通通都出來了 你可以說理性斷了也可以說 他通通想到就是 這個是陌生人的 誰會去照顧陌生人 一個月給你一萬很多耶 小孩不是陌生人啊 他是陌生人 所以他一定是愛他的孩子 男人都這樣想嗎 不是男人 我說是個案 因為你傷了他的心 不管誰對誰錯 誰傷誰啊 我就說以他的心 他一定認為他傷了他的心 他最後還有那一刻要玩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這樣 他有這樣子啊 我認為他的心態就是 我們牽的歸牽的 可是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真的要離開我 你不可以真的要離開我